说到狗鸡,没人比古希腊人更在行了 在古希腊人看来,异性恋简直lowball了 只有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虽然同性婚姻是现代才出现的 但古希腊人却着实把基友情发展成了一种婚姻关系 很多城邦甚至还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比如斯巴达的亚兴托斯节上的裸男体操舞 还有麦加拉迪奥克莱雅节上的基友接吻大赛等等 那么古希腊人为何那么热衷狗鸡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古希腊人的爱情观 大家好,我是小明 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日行一善,裁员不断,一定要点赞留言哦 古希腊的同性伴侣通常由一位成熟男性和一位少年组成 成熟男性会尽其所能 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少年 同时也会给予少年保护 而少年则会以青春与承诺来回报 在文学作品中 充当主动一方的成熟男人通常被称作情人 也就是所谓的公 而充当被动一方的少年则被称作爱人 也就是所谓的兽 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世界最著名的两个城邦 也是同性恋文化的重灾区 在雅典,同性恋人可以成为国民偶像 就比如这对著名的刺杀建筑者 阿里斯多基同与哈尔莫迪乌斯 两人因在公元前514年刺杀了企图拆散他们的建筑西比亚斯 而被雅典人奉为了民族英雄 雅典著名政治家索伦甚至还立法禁止奴隶搞机 因为他认为同性恋太高尚了 只有高贵的雅典公民才配拥有机友 在以上五著称的斯巴达 同性恋就更加普遍了 与成熟男人搞机几乎是每个斯巴达少年的必修课 如果一个少年老大不小 还没有年长的情人疼爱 人们甚至会觉得他缺乏魅力而嘲笑他 就像现代人到了年龄迟迟不结婚 就会被嘲笑没人要一样 所以斯巴达三百勇士其实是斯巴达三百基老 顺便一说 斯巴达男人成年后都会留长发 因为他们认为长发是男子气概的象征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西罗多德记载 斯巴达勇士上战场前都会先梳头 头可断 发型不可乱 所以你认为的斯巴达可能是这种画风 但实际上的斯巴达可能是这种画风 言归正传 古希腊同性恋不只存在于成熟男人和少年之间 也存在于成年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 比如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好基友 阿基里斯和帕特罗克罗斯 就是一对成年同性伴侣 很多古希腊文学作品都描绘了两个人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河马史诗伊利亚特了 女同性恋的代表则有著名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甚至女同性恋lesbian这个词 就是从萨福生活的莱斯伯斯岛演变过来的 当然了成年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的爱情就不那么普遍了 相关记载也比较少 所以人们通常说的希腊之爱 指的还是更有普遍性的成熟男人和少年之间的爱情 那么这种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这时候就要记出一部哲学名著《慧影片》了 慧影片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 柏拉图式的爱情正是出自这篇神文 所以这篇文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万恶之源了 慧影片大约写成于公元前375至385年间 讲述的则是发生在公元前416年雅典的一场宴会 这场宴会是在雅典著名悲剧作家阿加通家中举行的 因为举办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庆祝阿加通在戏剧比赛中获奖 参加宴会的有哲学家苏格拉底 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 医生厄律克希马克斯 阿加通的好记友保萨尼亚斯 美少年裴多 以及中途加入的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等等 可以看出参加宴会的都是当时雅典上流社会的人物 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 自然要进行一些高端文雅的娱乐活动了 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 众人决定一边饮酒 一边轮流发表一篇赞美爱神的演说 慧影片这篇神文 正是由这些大人物们的演说词和对话组成的 而这些演说词和对话 反映出的便是这些雅典的大人物们的爱情观 这些人的爱情观虽然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却高度统一 那就是异性恋只为繁衍 同性恋才是真爱 首先发言的是美少年裴多 裴多高度赞美了同性伴侣之间的爱情 并认为这种真正的爱情 乃是人类一切幸福的至高源泉 裴多认为 如果一个城邦的军队全都是由同性伴侣组成 那这支军队肯定天下无敌 因为一个人就算再怯懦 在爱情的鼓舞下也会变成英雄 宁可死也不想在爱人面前丢脸 宁可自己死也不会弃爱人于不顾 裴多的发言不禁让人想到迪比斯圣队的传说 迪比斯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 迪比斯圣队则是该城邦的一支精锐部队 由150队同性伴侣组成 相传这支仅300人的队伍 战斗力堪比数万大军 曾在刘克特拉战役中击败强悍的斯巴达人 所向披靡 直到公元前338年 才被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全部歼灭 据说阵亡的胜队均以两两相矣的姿态战死 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的伴侣 在裴多之后发言的是宴会主人阿加通的基友保萨尼亚斯 保萨尼亚斯认为 真正的爱情虽然只存在于同性之间 但同性恋也不一定就是真爱 因为有的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 只是迷恋对方的肉体而已 就比如恋童 保萨尼亚斯认为 眷恋肉体的爱是低俗的 眷恋灵魂的爱才是高尚的 所以城邦应该立法禁止恋童 鼓励人们去追求高尚的真正的爱情 下一个发言的是厄律克西马克斯 作为一个医生 厄律克西马克斯从健康的角度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更提倡高尚的爱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低俗的爱情容易让人养成淫荡的习惯 从而损害身体健康 说白了就是滚床单这件事 小滚移情 滚多了人就堕落了 还容易把自己给滚坏了 再接下来发言的就是阿里斯托芬了 这位喜剧大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他说人最初其实是有三种性别的 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头 四条胳膊 四条腿和两套生殖器 有两套男性生殖器的就是男人 有两套女性生殖器的就是女人 有一套男性生殖器和一套女性生殖器的就是阴阳人 但是呢 因为这批最初的人类 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连神都压不住 于是宙斯索性用雷 把他们全都劈成了两半 从那之后 人就变成一个脑袋 两条胳膊 两条腿和一套生殖器了 阿里斯托芬认为 这就是我们人类总渴望寻找伴侣的原因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整的 原先由男性劈开的 就会寻找男性做伴侣 原先由女性劈开的 就会寻找女性做伴侣 原先由阴阳人劈开的 就会寻找异性做伴侣 通过这个故事 阿里斯托芬不但肯定了 人的性取向是天生的 还肯定了 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都是正常的性取向 在2400年前有这种认识 真的可以说是相当超强 不过阿里斯托芬并没有具体描述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只是说 真正的爱情是针对一个特定的 命中注定的对象的 是能带来巨大的快乐和幸福的 是至死不渝的 但是呢 真正的爱情却是极其罕见的 只有很少的人能得到 所以肯定也不是我们寻常 所见的这种世俗的爱情 那再接下来 宴会的主角阿加通 和会影片这篇文章的主角 苏格拉底 也都发表了各自的演说 阿加通把一切美好的品质 都归为了爱与 却遭到了苏格拉底的嘲笑 因为苏格拉底认为 如果你完全拥有了智慧 你就不会再爱智慧了 如果你完全无知 你也不会爱智慧 因为你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 所以爱欲其实是诞生于缺乏和充足之间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 真正的爱情是对智慧和美德的热爱 而不是对某个具体的对象的热爱 一个青年男子之所以会爱上成熟男人 也是因为他在这个成熟的男人身上 看到了自己想要拥有的智慧和美德 巧合的是 就在苏格拉底发言完毕的时候 亚西比德不请自来加入了这场宴会 加入宴会后 亚西比德也发表了一篇诵词 只不过呢 这篇诵词赞美的不是爱神 而是在赞美苏格拉底 亚西比德是雅典著名政治家 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美男子 但是呢却偏偏爱上了相貌丑陋的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和勇敢深深打动了他 为了成为苏格拉底的爱人 亚西比德甚至在大冷天脱光衣服 钻进苏格拉底的被窝 抱着他躺了一整晚 期待跟他发生点啥 不料呢 苏格拉底就是坐怀不乱 一晚上过去什么也没发生 亚西比德一方面呢 觉得有点伤自尊了 又羞又能 但另一方面呢 又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佩服的五体投地 于是呢 便发表了这篇赞美苏格拉底的宋词 那以上呢 就是整个柏拉图的会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了 而其中体现出的爱情观 便是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 那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简而言之 就是基于美德吸引力 而产生爱欲的灵魂伴侣 从裴多的发言我们可以得知 这种爱能让人奋不顾身 做出高尚的行为 能让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从宝萨尼亚斯的发言我们可以得知 这种爱眷恋的不是肉体 而是灵魂 从医生厄律克西马克斯的发言 我们可以得知 享有这种爱情的两者之间 在性欲上是节制的 从阿里斯托芬的发言 我们可以得知 这种爱情的对象是命运般的 唯一的 相爱的两个人呢 会感到巨大的幸福 从亚西比德的发言 我们可以得知 这种爱情是有战有欲的 是从灵魂延伸到肉体的 那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古希腊人认为 同性恋才是真正的爱情 为什么比异性恋要高尚的多了 因为古希腊同性恋 并不是一般的同性恋 而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而柏拉图式的爱情 和通俗爱情 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通俗的爱情是由性欲激发的 说白了呢 就是以能够发生性关系为前提 而柏拉图式的爱情呢 则是由爱美 爱智慧的美欲激发的 是以拥有美德为前提的 由于通俗的爱情 是由性欲激发的 所以对象呢 并不是唯一的 你的一生中 可能会爱上很多不同的人 但柏拉图式的爱情 却是命运般的唯一的 很多人一辈子 都遇不到那个灵魂伴侣 但是万一遇到了 那就是一辈子 那么一个人 该如何找到 自己的灵魂伴侣呢 也许就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 要不断地追求美 追求智慧 这样一来 即便到最后 还是遇不到那个灵魂伴侣 我们也能在追求智慧 爱智慧的过程中 和智慧结合 诞下智慧的子女 就如同苏格拉底 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 在求索中 诞下那些伟大的哲学思想一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明 既然都看到这里了 那就留个言 点个赞再走吧 因为这是一个新频道 浏览基础非常的小 所以你的每次无动于衷 都会对我的视频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日行一善 裁员不断 祝所有点赞留言的小伙伴 都发大财 谢谢大家